星期四的早上九點鐘 我們就在深水埗黃金商場對出 這樣跟大家做A1解群 今天又是見到很多這些不開心的新聞 例如我們昨天說過馬航的新聞 今天很少有的 蘋果和東方一起做 大家都用這個加辯情變來做賣點 就是機師心情低落 懷疑他拿著飛機刀鋒傳出來 大家猜測可能因為家裡的問題 令到他想自殺 拿著飛機去自殺 這些又是成為一些猜測的新聞 成為了東方和蘋果一起去做 因為有故事、涉及感情的問題 所以大家就很開心拿去報 但這些也是說說那句未經證實的 拿來做頭版就好像比較奇怪 假設 我們假設 即使是 原來這個世界機師都會受到情感影響 假設 如果我真的要想這件事的話 我們是否應該 航空公司是有些心理諮詢小組呢 就好像學校的駐校社工那樣 沒錯 因為其實這件事是機師的朋友爆出來的 就說他這樣的情緒 其實不應該駕駛飛機 我想他內部也有 當然他們可能有機會隱瞞了 還有不知道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影響機師的判斷 這些大家全部都是揣測 現在我們看新聞 每天都看到很多碎片 那裡又發現碎片 那裡發現碎片 大家就去找碎片 但是暫時來說都未找到 所以這些推測新聞 以解困新聞學來說 就比較難 真的比較難分析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說這件事 我們說另外一件事 也是一間飛機士的 爬到飛機的 就是這件新聞 我們今天特意找到 我們的客席主持阿寶 他就是90後來的 因為Winson仍然是放假 休假中 下星期一會回來 我們找阿寶 跟我們一起說這件新聞 這件新聞是說90後 兩個年輕人 就開了一個網站 專門幫人找便宜機票 就很成功 越賺這個10萬 成為了這個 都市日報的頭版身份 就是兜貓90後 本身是找1萬多 然後現在找10期了 是的 90後的阿寶 你看到這個10萬元 你覺得怎樣呢 是否吸引呢 很吸引 這些青年大有所為 大有所為 你也是90後來的 說得像這些青年 好像自己不關事 翻身了 那你有否想過做這些事 沒有 要回到電腦知識才行 但其實這個故事 我覺得有一點值得 我們 尤其是你這些年輕人 去想想 因為起初的時候 他只不過是一些 他們生活的習慣 其實有點像 Facebook那個創辦人 有點像的 為什麼呢 原本他只不過在校園裡面 在那邊白白白找一下機票 便宜的時候 分享給朋友 那發現 咦 都挺好反應的 不如他就搞這件事 就做成一生意 拿1萬元出來 現在他每個月成功了之後 就每個月變成10萬元的收入 所以其實有時有些狂想 有時在生活的習慣 想一下 其實有機會真的可以變成一個生意 你自己 或者Alex 你有沒有接觸過一些人 有些狂想 去做 我會這樣說 這個也未必是很瘋狂的想法 他瘋狂就在於去執行 其實我會說 現在成功的apps 或者這些軟件 或者在網上賣的東西 你留意 其實很有趣的就是 他在取代某一件事 譬如Facebook 我正在取代以前 直接下酒吧 認識一個女生 我透過這個網絡聯繫 你互換了一些東西 譬如現在 以前賣機票 我要自己去撲 可能我去旅遊公司 街鋪撲機 找便宜機票 現在又不是 你成為了中間人 你滿足了大家去旅行 又不想煩 但花了一點錢 又能賺到便宜機票 根本要給女生 而中間人配给 Majors 但是你節省了很多 又沒有付出 我們去年也都會煩 可以找到幾間賣miş 看看那一間便宜 比較有內包 如果有人幫你安排 Gaming Otherwise you got to spend enough time 賣花很多時間 重量取代另一個東西 好像報紙,如果Apps是取代報紙,或者Facebook已經變成報紙平台 即是發放新聞平台,你都一樣換一樣 但那個需要其實是存在的 如果我有另一件事,換了另一個再看 如果那個再看更方便,是好的 但如果要做整個生意,你首先要理解那個需要是否存在 而且你剛才說到在網上取代報紙,甚至是傳統的銷售方法 這個是對的,為什麼我前陣子放假呢? 我去旅行,我參加旅行團 我都不是去到落地,像去旺角銀行中心那些城洞去找 因為那些是很煩的,大家要排隊 在網上,你進去那個網站那裡按 其實我真的按過,填完那些東西之後 過幾天再多數,我已經搞定了 你其實看不到那個agent才想怕 我完全看不到那個agent才想怕 為什麼呢?我很怕那些人流多 而且你要排隊逐間逐間的問 剛才說得很對的,就是以前認識女生 你下酒吧認識,你可能一個人才能夠應酬一個女士 你在說魚翁三網 但是Facebook,坦白說,你不停地發聲完之後 你就要看有多少回覆 有多少回覆之後,你就可以同時一人分身幾個角色去約幾個女生去試一下 這個機票也好,甚至是旅行車 現在都是在走網上的情況 為什麼呢?因為他都會用一些優惠 尤其是在說網上 他少了一些行政費 你知道請人坐在那裡解釋給你聽 那些旅行團多貴多便宜 或者吃多少餐,住多少餐,多麼煩 如果你用一個網上,他列出來給你自己看 自己做個比較之後,他還要給你優惠 那些網上報團,給你折扣 每個人有二百多元折扣 就像我參加 我就覺得自己,我又省了錢 我又省了我的時間 不用直接親自去到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趨勢 都是要在網上的平台去做 否則你也去旅行 你自己去旅行 你會不會親自走上去 逐間逐間拍門去做 還是你都是很傳統的去做 我只是賣機票 你上網買機票還是怎樣 上網買機票 這個也是大趨勢 我覺得這件事可以說 我們留意全球的 你留意在首富做產業在變動 現在最頭幾位都是做電子工作 就是做網上工作 如果香港年青人要創業 很多時候會聽到年青人說 要開店 但有沒有想過 如果我開店 第一件事是你的租金 因為租金不是只給一月 你一簽,簽一年,還要裝修 然後你只是 第一炮等下去 你還要給案金,上期 你可能那個錢很大 不是一萬元 一萬個店要給三萬元 還有半年營運資金 可能是人家賺錢 可能是10萬元 那就要請人 但問題是 如果香港年青人想創業 其實已經開了另一個網上空間 你就利用那個網上空間創業 那個店舖也不用交租 最好就是 Facebook 因為它有這麼大的企業 你不用擔心它 是 這個很神奇 你看看,未有Facebook 未有網上平台 未有YouTube 未有Facebook 這些網上等待東西的企業 可以幫你發佈的事 有時候你多煩 你可能只要坐企業 你可能早上企業 又要找人打網站 然後又要選網上的交收 還要搞那個發佈 即你的消息來和去都要自己交 為什麼不需要 其實Facebook幫你搞了 所有事情都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以前你想想 出廣告 在未有Facebook之前 你落廣告 可能是Face前傳真句給別人 打電話跟別人說 但剛才你說的 那種網上其實相似 你在Facebook 你扔出去 那個成本很低 但你可以Assess的人很多 你還可以拉到那些 例如有些網主 旅遊達人那些 又跟他們聊一下 你可以幫我介紹一下 你哪裏訂機票 你全部都可以聊 但你已經避開了 所有現實世界 一路阻止你 令你疾暴不創業的原因 他已經不用解決了 這兩位Herman和Alfred 即兩位90後 他搞這件事 他都是用Facebook賣廣告 因為他都知道 如果你用一個傳統的方式去做 你怎樣跟連鎖式去爭 人家只有一板 對 但問題是你拿了少許的錢 他都是用Facebook 那些App 即是給錢 落年之後 滲入到每一個Facebook帳戶 看到的時候 還有一件事很奇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如果你Facebook彈出來的東西 你好像特別笨筍 你感覺上好像有些東西 因為那個是朋友圈 對 朋友圈 對 有些很煩 但問題是你看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都會起碼看一看 但如果你又派戒照給你 你可能真的看都不看 因為那個圈子是你熟悉的時候 你覺得有些人好像放些筍東西給你 我介紹一些東西給你 你都會看一看 可能你覺得很煩 但問題是 有時候十個裡面 可能有一個中的話 他已經夠了 所以他們本初 由幾十元 下廣告 拿幾十元下廣告 然後幾百元 現在下到 是五位數字的廣告費 你看到那個成效 Facebook 進去你的電腦裡面 已經是進入屋裡面 令到你可以看到的資料 就更加方便快戰 不過最後一句 要做這件事 就要快 是啊 因為其實問題是 在外國Facebook 使用的人數 其實開始有去減職上 這個平台開始有一點點 香港還未出現 香港還是很豐富的東西 但問題是 在未來可能兩三年間 他那個流量或者用的人數 未必好像現在那麼多 就是說 現在你看到別人成功的例子 如果你要學 就要學 就要快想 不要等 你要再適應另一個新的平台 那個新的平台 可能人數未必有這麼多 所以要快 好了一個人也就